新冠肺炎的疫情冲击全球 高峰期的时候 有188个国家的地区 超过15亿的学生受到影响而停课 世界各国不只要做好第一线的防疫工作 还要确保国内所有学子在新状态下 停课不停学 现在和未来的教育是发生在 电脑、手机还有网络上 如果要找一个最接地气 最轻易能够让孩子上手 都是能够辅助孩子科业学习的 网络教育系统平台 我会建议大家不妨选择Vschool Trend 没错 一条网路线就可以让我们的孩子 越过高山大海 和远在千里的别人对话 对外开展 网络打破了疆界 打破了时空限制 把学习的场所延伸到了课堂之外 托广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和领域 那现在的孩子机会来自全世界 而他们的竞争也来自全世界 早在疫情之前 数位时代的网络学习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e-learning 已经慢慢地形成一种 获取知识和技能的趋势 而这种线上互动式的学习 不再依赖老师给予正确的答案 而是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根据他们自己的学习方式 进度来寻找知识和技能 而未来的课堂是无限宽广的 没有时空的限制 也会更加的多元和有趣 网络学习既然是无可抵挡的趋势 也是未来我们孩子 站在世界舞台和其他人竞争的一种能力 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 让孩子投入其中 进入数位学习的浪潮当中呢 我想新冠疫情已经让我们 发现了网络学习的必要性 与其漫无目标的让孩子 在浩瀚的网络世界摸索学习 倒不如先找个适合的网络学习平台 引导孩子一步一步的领略 网络学习的美好 Vschool Trend是我接触过 适合马来西亚学子能使用的 网络学习系统平台 它涵盖了我国学前一年级 小一到中午的教育部 所规定的课程大纲内容 让UPSR、PT3和SPM的学生 能够学习 我觉得Vschool结合了学校的课本内容 是很好的复习教材 作为学生网络学习的入门 它能够让孩子从中得到 如何用网络来自主学习 达到有效学习和提升课业成绩的成果 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网络学习的奥妙 同时也能够让那些 在课堂上听不懂的孩子 有简单好用的复习方式 减少学习上的挫折感 那使用Vschool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有手机 你有电脑 平板电脑等等 就可以登录了 可以让学生做到随时随地 都可以学习的效果 其实有研究就发现 如果把文字和图像摆在一起的话 大多数人比较能够掌握和记住 图像所产生的信息内容 有神光效果 有画面 有声音的视频 特别容易吸引眼球 而产生的记忆点也比较强 那Vschool的一些线上学习课程呢 就是以动画视频 还有丰富色彩的笔记来呈现 除了让学习变得有趣和吸引人之外呢 也能够让学生呢 比较容易从视觉内容中获得知识 增加他们记住学习内容的可能性 我觉得Vschool的其中一个价值 在于提供学校课本的重点笔记 学生可以直接的知道 这堂课的这一课到底是在说什么 例如很多学生害怕历史课 我想大家都应该很了解 因为这个科目的内容又多又长 那很多人想去读 又怕读不懂 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找到重点 而这个时候啊 重点笔记的功能就很好了 它可以让学生复习到这堂课的精华 不容易漏掉必要的知识 对于很多考生来说 模拟考试题库是考试前最好的练习 多做一点题目 帮助自己增加记忆一点 或者是更理解某个重点 来确保自己上考场之前呢 已经有充分的准备 而这一点呢 也是Vschool的网络教育平台的重要功能之一 那一般人呢 只有透过不断的自我修正了 才能够达到学习的目的 在学习过程当中 回馈和修改是很重要的 我就很欣赏Vschool的即时批改系统 那当学生做完习题之后呢 系统会立刻批改他们的练习题 那学生就可以马上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加以感证 非常好 每当学生做啥时候呢 无论是对还是错 系统呢都会给予适当的 称赞和鼓励的话语 让学生更有信心地继续勇于尝试 另一方面 学习时我们面对的生字 也是会让很多的人打退堂鼓的原因 当学生遇到不认识的字的时候呢 他可以直接使用Vschool的字典查询功能 不用去翻找字典审时审历 可以减少学生学习时的障碍 可以预见的是 接下来我们孩子面对的竞争年代 将是一个强调Moditas 强调跨领域的专业能力 世界经济论坛就提出 未来五年之内最重要的工作技能 就包括了产品销售能力 数位行销广告的能力 还有使用社群媒体等等的能力 而这些都需要有优秀的协作技能 经常态之下呢 大家居家办公 远去工作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在缺乏面对面的沟通之下 写报告的能力也成为了不可或缺的沟通管道 那我们未来最重要的能力之一 就是要会写 在Vschool网络学习系统当中 学生可以练习写作文 里面还有示范文章 让学生参考和阅读 看看别人怎么写 学习语法和文章的架构 无形当中呢 也提高了自己的写作能力了 KPOP和I THINK 是全球教育界近来最火红的词语 它指的是高阶思维技能 也就是要懂得分析 评价还有创造的能力 过去的教育要求的是 比较低层次的知识灌输 理解和应用能力 而现在的高阶思维教育 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研究发现 懂得分析 比较 归纳 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现在的考试 已经不像从前 指出课本上会找到答案的问题 大家都有这样的同感吧 现在考试是难度越来越大了 不止测试你有没有复习 还测试你有没有理解 懂得怎么运用知识 还有会不会举一反三 在VSchool的网络教育系统里 有Kepa和Iteam高阶思维习题 让孩子们紧随教育趋势 加强了自己的创新思维能力 当然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点是 科技在好 仍然是无法取代老师应有的角色 而父母面对孩子的网络学习 同样也不能够缺习 甚至是不能够麻木和放任 父母就必须要关心参与监督和协助孩子 正确运用电脑和网络来学习 在VSchool系统里 有一个功能是专为父母而设定的 那就是孩子的电子成绩单 父母会有自己的parent ID 可以随时的登录进去 看看他们的孩子的学习进度 了解他们差在哪里 落在哪里并加以监督 网络学习强调的是学生的自主学习 但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够自律自主的 在网上学习 所以这方面就需要老师和父母 从旁观察指引和陪伴 千万不要以为孩子乖乖的 用电脑和手机就OK了 全世界都在用网络来打造未来 课堂上的学习 不再封闭在教室、校园和书本里了 也不再限制在一个时间或一个一点 现在和未来的教育 是发生在电脑、手机还有网络上 如果要找一个最接地气 最轻易能让孩子上手 同时能够辅助孩子科业学习的 网络教育系统平台 我会建议大家 不妨选择B-School Trend